大和方面有大恐报告唱好 给到他的目标价达到15.93元 主要说到旗下有两个新楼盘 亦会比较受欢迎 当中对他的股价有一定刺激 问一下郭sir 这些本地地产股有没有看好呢 其实最重要是看资金流和利率 目前香港银行水浸的情况都很厉害 我不知大家有没有收到电话 我一个星期都不收不少电话 差不多要求你借钱 当然暂时利率受到美元仍然低息的周期之中 香港银行的存款差不多接近零 有联系汇率 自己没有一个货币的政策 换句话来说 就算你拿着钱放在银行 你面对现在的零利率之下 你是差不多捱打的 即是通胀1% 你就欠1% 但通胀现在是5%或6% 你就每年你自己的资金 一直贬值5%至6% 如果放在三年来说 複息已经没有20%的购买力了 有什麽人们不加大力度去投资呢 买股票行不行呢 面对又升又跌 一会有中期调整 一会有个别突然之间出现刑警 甚至是新地南筹股 都可以出现这些特别的事件 大家的信心自必然就是 深大深小的 所以很多都是倾向于 在物业方面的投资 况且住的需求是很大的 加上除了港人之外 内地的这些富户 或者投资移民 或者投资 都是希望买一些比较优质的楼盘 或者是一个单位 做一个自住或者投资 所以令到本地的楼市 始终来说是欲罢不能的 很明显一样的 金融海啸是2008年 当时的指数 是由21,066点 急插到10,676 差不多投资尾 没了足足一半 但是楼市是怎样呢 楼市是倒升的 指数跌了1万点 楼价持续仍然是上升 这个就可以分得清楚 一个资产的投资 和证券的投资 最大的分别就是这里 如果你看到 好像新地的事件 其实来说是很个别的 我说一些基本因素 新地有4000万呎的土地储备 足够未来这几年的发展 有不少租金的收入 是来自一些商下 来自一些店铺 其实来说 新地有庞大的租金收入 还有一个很稳定性的收入的收益 换句话来说 在基本因素不弱之下 如果这次不是大股东出现被调查的事件 根本上我相信 你很难想象 会有九十多元的新地 是被你买得到的 不过 就是因为事件仍然在扰让 所以股价 很无奈地 都是弱于大市 其实一中南筹股当中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应该最强势 都是顺势 单纯是楼市的发展 其实现在资金充裕 利息低企 还有 卖楼很多时 就算是最便宜的单位 都在接近一万元一尺 或者更加高 特级的一些美丽单位 更加不止 加上 估值值不算高 看新地 看顺势的市盈率 参考回来 是只有七倍左右的 估值 其实 这个仍然是低的 如果一个市道 如果比较明朗 或者比较硬正的话 顺势股价 要升破一年来的高位 14.16 我相信没有难度 一旦突破了 应该目标放回 16到17元 OK 顺势 看到最新报价 去到13.83 暂时是跌两线 我们想听听李先生的电话 喂李先生 喂好 其实郭先生 李先生想问你 大致方面的表现 看到恒生指数 最新跌109点 去到20591点 成交额有582亿 其实看到 今天成交额 减除 配售方面 减持方面 公行方面 如果计算 成交额 有300多亿 左右 都是比较疲弱 问大致 现在的方向是怎样 没有方向 现在没有方向 因为指数 暂时 处于10字路口之中 成交金额 相当低迷 值得提 其实以现在 大概580多亿的成交金额 我自己觉得 显示得到 买和买的人 都是两限 为什么呢 买的人 老实说 大家 似乎都抱着心 你市有突破的 我就追下去了 市没有突破的 我几大都冠望 因为货底 可能已经 已经拿了 所以形成 买的人 根本上 不是那么着意 亦都不是那么急 反过来 拿着货 等不等 需要急买呢 又不需要 因为事实上 很多拿着货 例如 22,500 23,000 左右的货 到现在 未见家鄉 未见家鄉 市并不是那么差 我又没有等钱用 我为什么要买呢 我还是先放在那里 好了 基金是怎样呢 其实 上午那节 跟大家说了 在去年8月9月这样跌 不少基金不单止减持 而且真是孤果农 令到手上 持有现金比例比较重 后期10月份急升完之后 11月和12月又再跌 辞形保态 到今年1月开始 看细息不对板 才再入市 谁知一追 市就涌上去了 即是说 基金是有买 不过买的货 应该不是太多 实际上市升得太快 要追都追不及 就算平均买回来 可能是 20,000点楼上 到21,000多 你拉平均买到24,000 到26,000 7,000 你和现在 这个水平 都没什么好处 换句话来说 第一 他没有逼切性 减持的需要 他就拿着货 不动 其实可能基金 都希望市场回深一点 在低位才做到 是吸纳的 既然 省户又没有货 基金又不原估 就变成市场 几低迷 下了去 都可能 碰一碰 走回来 因为大家 不需要 有一个 迫切性的 减持 或者沽售 好像上个星期三 资数当日曾经到2035点 跌到这么低 是因为期指 期权 牛洪政的主导 但当这些 相关的活动 一完成之后 仓要减持也好 或者要沽售也好 一完成之后 你没有新一轮的抛售 市场跌不了 而且慢慢慢慢 又抽回上来 因为 基本因素仍是偏强 包括资金流仍充裕 利息仍是低企 我觉得 暂时 这一分钟 指数既然是 2万068点 左右的水平 即是距离 今个月的高位 20816点 是差280点 再看看下面 今个月的低位 今个月的低位是2035点 延指距离20035 有500多点 我这样说法大家都明白 即是 恒指距离 今个月的高位 是差很少 反过来距离今个月的低位 反而是差得远 慢慢慢慢已经是 由低位 走回上来 只不过现在整顾是等变 只要指数能够升多200多点 已经可以突破今个月的高位 一旦 升破20816点 今个月将会扭转成为 先低 而后高 当然在那一刻来说 大家一定是不会心足 必定是预期的大市 能够进一步挑战 50天线 一旦恒指能够突破50天线 起码跟我说一件事 整个中期调整 可能已经告一段落 这个中期调整 走得比较短 2月20日到早前的低位 只是走了大概七到八个礼拜 换句话来说 我一直说 一个中期调整 大概是八到十个礼拜 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可能八个礼拜已经完成了 因为 一些相关的利好因素完全没有变 包括资金流 和利息等 一旦50天线 一收服了 整个大市 又再重演一个肉丝顶的格局 到时市场气氛会比较漂亮 不过这一分钟 暂时来说 都处于 等辩之中 谢谢郭sir 我们要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会有我们全日总结的环节 继续都是郭sir在 和我们聊天 会分析一下 今天讲过的焦点 和整天大事的表现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郭sir在 和我们做全日总结的环节 休息一会